欢迎收看最在地的大兴电地方 我是周文轩 首先带你掌握今天的新闻栽药 全国茶青采摘技术竞赛在平林区登场 共有13组78位选手参加 全国制茶技术竞赛是78号在茶改场文山分场举行 由于碰到英语明明的天气 对选手来说是个大挑战 为了帮助创世基金会募集安养福经费 Sunstar明星棒球队将于11月30号 在新庄棒球场举行台日野球工艺明星赛 湖联固区基金馆馆进行文化成功培训 陆续整理各项文物 希望让更多民众了解湖联交军的历史故事 今天的健康1.0单元要告诉大家四大项厂商服务 2019全国茶青采摘技术竞赛 17号在平林区胡须茶园登场楼 这次的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县市13组 一共有78位的选手参加 而评分标准包括了茶青品质 茶青重量还有采摘面干净度等三项 而最后的冠亚军都是由我们地主队平林获得 行政院农委会茶叶改良场新北市政府与平林区农会 共同举办的2019全国茶青采摘技术竞赛 17号在平林区胡须茶园登场 虽然碰上了下雨天 但参赛选手还是敬业地穿上雨衣 背起竹篓穿梭茶园中 这次的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县市13组 共78位选手参加 新北市副市长吴明基 平林区长施明慧 以及平林农会理事长王成毅 也下场与选手们一起体验采茶 新北市副市长吴明基表示 采茶标准是一心二至三页 看似简单 但自己实际体验后发现 一点都不简单 最主要的就是我们采茶 要一心二至三页 或者对口牙二至三页 所以讲起来很简单 但是真的做起来非常的困难 所以也就让我们体会到茶农的辛苦 尤其今天刚好又是有点下雨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茶农很辛苦 我们才有好的茶可以喝 这场采茶竞赛时间为一小时 比赛结束将依照茶清品质 茶清重量与采摘面干净度进行评分 平林农会理事长王成毅指出 受到雨天影响 选手想要夺得好成绩更是一大挑战 平林区长施明慧则说 透过这场比赛 让各地选手有机会可以彼此交流 分享经验 彩茶最主要就是考验我们茶农 彩茶的那个不是重量 最主要它的技术 而且它的品质 品质要漂亮 而且采摘的茶会干净 而且它的重量又要多 那才是我们最优的 评审最优的标准 农会还有我们新北市政府 都非常的支持 有全力的来帮忙 让这一场活动呢 大家可以借由这个采茶的技术呢 做一个交流 然后大家彼此呢 分享经验 采茶不仅是要快 而且要品质要好 也希望呢 消费者呢 能获得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品质 喝到一口最香醇的好茶 全国茶军采摘技术竞赛 最后依评分高低 选出冠军一队 亚军两队 几军三队 而地主队平林 最后包办了冠亚军 记者成名正门奇 平林采访报道 而另外 2019全国部分发酵茶 制茶技术竞赛 17号以及18号这两天 在茶改场文山分场举行 共有40位来自全国各地的 制茶高手参加 而年龄最轻的只有19岁 由于碰上了英语绵绵的天气 增加了制茶的难度 因此选手们都必须得 依照当时的气候 来改变制茶的方式 对选手们来说是相当大的挑战 为了提升茶农制茶技术 台湾区制茶工业同业工会 以及茶叶改良场 17号起 在茶改场文山分场 举行为期两天的 2019全国部分发酵茶 制茶技术竞赛 共有40位来自全国各地制茶高手参加 年龄从19岁到50岁 年纪最小的19岁选手是来自桃源龙潭的周明学 他表示能够与全国制茶高手一同较劲 是很好的学习机会 其实大家都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的 因为民事不重要 像我们都是专门做东方美人茶 为了来学这种大家 我们不熟悉的茶 像清发酵我们比较不长接触 我们接触就包种茶而已 所以我们就来学习 大家清发酵茶怎么做 每个人做法都不一样 而远从台东路演来的林亭玉 去年才返乡跟爸爸学做茶 短短时间就磨练出好技术代表参赛相当不容易 林亭玉说 这场制茶技术竞赛最大挑战就是天气 相较于台东天气 北部大不相同 制茶方式也要有所调整 因为台东的天气通常都是晴朗多雨 那现在的话就是阴雨绵绵 那就要去克服这样环境的问题 受到第二代影响 北部山区几乎整日阴雨绵绵 其实对所有选手来说都是个大挑战 因此大家在室内外尾调步骤 就需要格外用心 一开始走水就会定局它的香气的稳定度 这样子 那就是要克服 那我的方式是楼上跟楼下 我拆分成两个部分 那这样我是希望它走水走得比较顺一点 就是走水要走得干净 因为像这种天气没有太阳 这走水就会有点不顺 不顺做出来的茶清就比较不好 这场比赛选手可以自行选择 制成调型或是球形包装茶 比赛结果将在18号下午揭晓 主办单位期盼 参赛选手能够借由技术交流 彼此观摩切磋 提升茶叶品质 制作出好茶 提升全国茶叶销售量 记者陈平张门琦 时定采访报导 为了要帮助创世基金会募集安养服务经费 由艺人宣协自所成立的SUNSTAR明星棒球队 将于11月30号在新庄棒球场举办台日野球公益明星赛 邀请民众一起来看球赛做公益 用实际的行动来为植物人加油打气 为了帮助创世基金会募集安养服务经费 SUNSTAR明星棒球队教练小猪 以及艺人阿甘小钱来到了创世新店分院 宣布11月30号将在新庄棒球场 进行一场台日野球公益明星赛 邀请民众一起进场看球做公益 是以像鞋子哥去创办的 然后还有浩甲匣的阿翔 然后以及一些艺人这样子 对那我们最主要也是以公益做一个出发点 像之前有配合过像是喜夯儿 对就这一些 那我觉得做公益就是大家一起来 在创世新店分院院长张淑娟的说明下 艺人阿甘和小钱看着附件师 如何协助植物人并有穿戴覆墓 透过附件器具让关节活动 延缓酒卧萎缩变形的可能 而这一幕幕的画面 让阿甘和小钱都觉得相当有感触 两人表示来到了院内 才知道植物人的照护工作相当繁重 而一次次的附件和进步 也都要长期累积才能看到成效 因此希望透过这次的公益棒球赛 凝聚大家的爱心 用永不放弃的棒球精神为植物人加油 你很少去亲眼去看到 那尤其获得的讯息 比如说他们其实有自觉的 或者是他们其实只是碍于受限说 大脑的受损身体不能动 那等于是被禁锢住了 那我们真的是秉持的 飞到九局下半 不放弃 那希望他们利用我们大家的爱心 可以帮助他们更快的提前 在五局前就获得胜利 对不对 创世新店分院院长张淑娟表示 桑斯大明星棒球队 是由艺人孙协志所创立的 这次为了帮创世募款 邀请了由前日本女子棒球国家队 退役选手所组成的队伍 11月30号要在新庄棒球场 进行公益友谊赛 只要凭五张发票 就能够兑换球票一张 兑换的数量不限 欢迎民众一起用行动支持公益 欢迎大家希望能够邀请 全家大小或是呼盆好友 一起能够来我们这边 只要凭五张未开奖的发票 九十十一十二月的发票 就能够洽询我们的电话专线 那就可以跟我们兑换 那个入场券的门票 欢迎大家11月30号 能够到新庄棒球场 跟我们一起公益同乐 这场台日野球公益明星赛 届时还会安排神秘特别球员 共襄盛举 一同为植物人挥棒加油打气 锁票专线是86676515 转分机33 看棒球做公益 大家一起来 记者杨邦友周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 位于新店安康路一段 巷弄内的湖联故居纪念馆 在9月16号以及17号这两天 进行了文化志工培训 由湖联将军的孙子胡敏月 亲自带领解说 他表示目前馆内的各项文物 陆续在整理当中 以下透过我们的报道 也带观众朋友来一堵 湖联将军故居的面貌 位于新店安康路一段 巷弄内的湖联故居 在登陆为新北市历史建筑后 已经正式成为纪念馆与研究中心 为了能够让更多人了解 湖联将军的历史过往 目前馆内正在积极的整理当中 同时也希望能够培训一批文化志工 为了能够协助维护场馆和负责导览 9月16号17号两天 便进行了实地培训 并由湖联将军孙子胡敏月亲自解说 你就死守 守到我的部队来为止 结果成城的部队是来了 但湖联将军他没死 因为呢 日军被他歼灭了 那这场战争又在历史上很特别叫做 没有声音的战争 因为最后啊剩下了刺刀的白刃站 指着墙壁上的挂画 胡敏月诉说着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石牌保卫站 而这间起居室内还可以看见当时所使用的沙发 以及湖联将军因为思念家乡的另一幅画 陪伴着湖联将军走过最后人生的胡敏月表示 自己后来因为工作奔走两岸 才发现自己的爷爷有许多可谈的故事和历史 回到了台湾之后 便觉得故居内的所有一切都要好好地保存 甚至要传承下去 在整理的过程中 随着许多文物被找了出来 更觉得弥足珍贵 有价值的文物陆陆续续被找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居纪念馆成立 对这些文物的这个以后的安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归宿 因为它原来就是在这里 以后呢想知道这段历史 不管是这个以前我们抗日的历史 或是国共内战的历史 甚至它在越南做外交做大使的这个历史 这里都有 胡连故居目前一楼的部分 包含了客厅书房餐厅等等 都在整理当中 希望能够在9月21号 新北古籍日的活动前 完成初步的整顿 要在当天首度对外开放 新北市议员陈宜君就表示 在得知新店有一处胡连故居 便积极争取保留 也期盼未来能够让更多人了解这位大将军的故事 我想跟我一样身为新店人的 您一定是第一次才听闻说 有这样一个胡连故居 那也很高兴胡敏月 他的这个孙子第三代 他愿意呢就是来把这个故居开放 那我们现在就是希望说 因为大概只有他跟他的馆长 那个馆长是他同学 两个人我觉得蛮辛苦的 所以我号召一批志工 我们一起来做文化导演志工 先起我们先把这个环境整理好 让附近的这个李明 或者是说知道我们透过脸书 透过LINE 透过一些这个社群媒体 广召一些朋友进来 让他们先了解这个地方 为什么值得纪念 为什么值得保存 胡连故居纪念馆馆长桂天表示 故居当中会有许多文物陆续整理出来 除了摆放让民众参观 也会透过文化之工进行导览 而故居当中的书房更规划要作为阅览室 希望能够提供给当地民众阅读和交流的空间 占地七百坪的胡连故居 屋内屋外都有故事可说 L型的房子竟然还连着碉堡 而这当中有着什么样的历史 随着故居成为纪念馆之后 这一段段的过往就等着大家来挖掘 记者杨邦友召发起新店采访报道 大家说了美丽更麻烦 我们从现在开始来挖台湾 我们今天来看老师要教我们什么趣味的台湾 欢迎大家到这里来挖台湾 今天一个意思是 散恰 散恰的意思就是无纸 生活很疲惑 我们来看累穀 印刀很散恰 再来是熟悉 没汤切吃 哪有汤咖 是在说金钱 还是米典没多 不可能有鸡 汤春下来 先让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广告过后 今天的健康1.0的单元 要告诉大家 是大象长照服务 我们马上回来 是高兴 虚传 看球賽幹嘛這麼累 有了數位錄影機 全部可以預約錄 精彩畫面可以暫停重播 看幾次都行 隨時可以輕鬆看 老婆愛看的戲劇 也可以整套錄哦 有了數位錄影機 不怕肉看精彩節目了 快播2917 3939 大新店數位電視 每週一至週五晚上七點 在第四頻道首播 您還可以在大新店官網 臉書粉絲團 還有YouTube影音平台收看哦 掃描QR Code 立即收看大新店地方新聞 隨著老年人口日益增加 有很多的家庭 可能都有長照的需求 但是他們卻不知道 長照2.0到底提供了哪些服務 今天的健康1.0的單元 就邀請到了長照各管師 來告訴觀眾朋友 長照2.0到底有哪四大項的服務 大家好 我是更新醫院各管中心 長照各管師羅宇婷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 您所不知道的長照服務 那政府現在在推動的是長照2.0 那長照2.0裡面呢 其中的長照服務有分為四大項 那四大項有哪些 我就來為您第一介紹 第一項呢 就是照顧及專業類服務 那什麼是照顧及專業類服務 就比方說居家服務 那居家服務呢就是如果說家中長輩有需要陪同就醫 有需要幫忙洗澡備餐的服務需求 我們就可以申請居家服務 我們可以請居服員到家中協助長輩 也可以緩解一下家屬的照顧壓力 那還有像是居家賦能 那居家賦能裡面就包含的比較廣了 比方說 復健師 心理師 藥師 護理師 都可以到家中給長輩一些照顧上的指導 那家屬照顧上也會比較減輕壓力 那還有像日照中心 日照中心呢就比較像是老人的幼稚園 那老人其實一般在家裡都是一個人在家 因為家中子女可能要上班上學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把老人帶到日照中心去活動 可以讓長輩可以在那邊可以認識其他的長者 那也可以不要讓他們有一些失能的狀況發生 那第二項呢就是交通接送服務 交通接送服務是什麼 比方說如果長輩需要陪同就醫 要就醫往返或者是說要去診所做復健 我們就可以申請交通接送 我們有長照的專車可以提供接送服務 那第三項呢就是輔具跟環境無障礙評估 那如果說長輩需要申請氣墊床、電動床 還有輪椅跟拐杖等等 那我們可以經由長照服務的申請 來申請這些輔具也可以有一些補助 那家中如果說想要加裝扶手 或者是一些環境上的改善 那我們也可以申請長照服務 請專業的評估人員到家裡面去評估 那第四項也就是最後一項服務呢 就是喘息服務 喘息服務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說家中的照顧者照顧壓力很大了 真的需要一些適當的休息 那我們可以經由長照服務申請 去喘息服務 可以讓家中的照顧者 獲得適當的壓力的宣洩 那也可以讓個案長輩 可以獲得更好的照顧品質 那如果說家中真的有這些長輩 需要申請長照服務 我們可以撥打 1966長照服務專線 就會有專人為您服務 謝謝大家 緊接著讓我們來看看 波貝亞提供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電視網路一起辦最划算 現在申辦數位有限電視 加HD99高畫質套餐 加120MB寬屏上網 每月只要1099元 申辦數恰2917 3939 HD148自由選高畫質頻道組 年約半年腳再講好理四選一 專案詳情請上官網查詢 或洽客服專線2917 3939 大新的客服APP可進行帳戶服務 障礙報修 還可進行節目查詢 接收最新優惠專案 還可透過手機進行遠端錄影 馬上下載輕鬆又方便 新北市文化局主辦2019新北市音樂聚節 自9月27日起到2020年1月5日 規劃超過25場次的音樂劇演出 邀請民眾感受音樂劇饗宴 詳情請洽文化局2253417分機101 新北市連鎖超商及咖啡店齊樓全面禁煙 9月1日起將針對民眾陳情的齊樓吸煙熱點 及周邊商家強力積查並開罰 違規吸煙者最重可罰1萬元 提供吸煙器具的業者罰1萬元到5萬元 請民眾及業者務必遵守 今天的新聞內容 民眾可以掃描畫面左手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線電視的YouTube 演出粉絲團 還有我們的官網查詢點閱 歡迎民眾多加利用 我是周文轩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 再會 sana